VT-1-2坦克是德国一款实验型无炮塔 装备两门主炮的主战坦克 仅制造了两辆原型车 自1970年代起 随着爆异型坦克逐渐过时 西德境内的多家厂商 开始积极投入下一代主战坦克的研发工作 而VT坦克便是其中一项设计 该设计的研发代号是Kempf Panzer III 简称KPC-3 执意为主战坦克三型 KPC-3原先是英国与德国的共同研发计划 但后来英国因为希望研制有炮塔的主战坦克而退出 然而此时的德国也早已开发出更为先进的爆异型坦克 因而认为没有再研制另一款坦克的必要 参与研发工作的其中一家厂商 是基尔机械制造厂 VT坦克的两个主要衍生型VT-1级 VT-2皆是该厂的研发成果 该研发计划最后被终止 原因是即便双主炮 无炮塔的主战坦克在技术上可行 但是其战略价值及实用性 最终都成为这款坦克的最大罩门 第一辆VT坦克于1974年 在基尔机械制造厂完工 一年后 基尔机械制造厂生产了VT坦克的第二个改型 VT-1-2坦克 随后 为了测试机动性及两门主炮的实用性 基尔机械制造厂又分别于1975年 及1976年设计并建造了五辆GVT坦克 VT-1-1坦克已遭取消的MBT-70坦克的底盘为基础 发展而成 由于没有配备自动装弹机 VT-1至1需要四名乘组员来操作它 所有的VT系列坦克都在一定程度上 遵循了传统德国坦克兼机车的设计 如火炮式坦克兼机车 VT-1-2装备了一具涡轮增压引擎 可以持续输出1500马力 并可以于短时间内输出约2366匹马力 车体前方设有车掌席 炮手席及驾驶席 其中驾驶席位于车掌席及炮手席中间 系德军方曾经将VT-1-2与包2型坦克拿来比较 结果得出的结论是 比起包2 VT-1-2坦克没有任何显著的战略优势 包2型坦克的首发命中率比VT坦克来得高 这是由于先进的火控系统所致 VT坦克最初设计所欲达成的目标为 以较短的反应时间增进双管主炮的使用效率 首发命中率及较高的击杀率 装备更有力的引擎及新的悬吊系统 从而达到更优秀的机动能力 缩小成员战斗士以便安装更厚重的正面装甲 并拥有侧型能力以增加战场生存率 VT-1-1坦克装备了两门105毫米线塘炮 并需以手动装填 VT-1-2则装备了两门120毫米滑塘炮 并装有一具一次可容纳六发炮弹的自动装填机 GVT并没有安装任何火炮 但它拥有两具火炮模拟器 GVT-2-3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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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8-3-2-3-1-2-1-2-1-2-2-3-1-2-3-4-1-4-1-1-3-2-2-1-4-1-2-2-3-1-4-2-3-1-3-1-2-1-2-3-1-1-1-3-6-1-7-2-1-2-1-1-2-3-1-1-2-1-1-2-1-3-2-1-2-3-1-3-1-仅-2-7-2-1